大家好 8月13日第四部视频 刚才看到一则新闻 说是西班牙敲定近65亿高铁大单 他选了谁呢 并没有选这个中国力推的中国高铁 而是选了日本日历研究所 简称日历吧 就是 日历呢 其实也是一家非常资深的 这么一家企业 设计面也很广 电子机械各方面都有 而且 最早的 实际上最早的这个类似于高铁的吧 那当时叫新甘县 就是在日本的 日本企业日历三菱都有非常雄厚的实力 西班牙的这个高铁 单子 比较大 而且呢 西班牙是 中国一带一路 重点合作的欧洲 伙伴 也是当然也是 受这次疫情影响 非常大的欧洲的一个国家 一般就是 谁合作的更密切 谁受害就更大一些 都没什么宿命论 可能 应该就是说是合作 比较紧密 双方人员来来往比较多 所以呢 感染的这种概率更大 你像意大利 西班牙都是这个情况 西班牙 不好意思 西班牙这个单子呢 敲定了日本日历 也就等于 某种意义上是 和这个 其他西方国家 站了一下队 站在了那边 一起 算是响应 这个特朗普也好 还是这个 蓬佩奥也好 这种 战队的 战队的要求吧 就是 蓬佩奥这段时间在 欧洲 大力宣传 这个 自由世界和专制世界的 这种 这种区别 这个 这次呢 就是 订单的 大概是有 998亿日元 有23组 184节高铁 这个日历 不仅是日历 还是和 还有这个 加拿大 彭巴迪 他们由日历和彭巴迪 一起来做这个单子 西班牙呢 是中国 仅次于中国的 高铁运营里程 第二大国 也是 寄予厚望 本来 本来 中国是对这个单子 也是准备 也是准备已久 但现在没有拿到 也就是说是 既这个5G之后 中国的 这个 制造能力 先进制造能力 先进制造能力 想往外走 又一次重大受挫吧 可以说是 这个也没有办法 可以理解 毕竟 毕竟 在这个 在这一段时间 在今年 尤其是现在 这个 双方 自由世界和所谓的专制世界 敬畏分明的这么一个过程里面 肯定是 有更多的东西 掺在里面 也有 美国大力宣扬的这个 像国家安全 等等方面 掺在里面 同时呢 我们不得不说一下这个高铁 中国的高铁的来历 中国高铁最开始的时候 根本就 进入不了这个国际先进行列 当时呢 是以市场来换技术 这是 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一个 比较经典的一个 案例吧 当时是以经户高铁 然后来招标 要求各个厂家 竞标的时候提供很多技术细节 当时吸引了像加拿大的庞巴迪 法国的阿尔斯通 德国的西门子 日本的日立三菱 等等企业参与 到最后 中国应该说是 取各家所长 然后形成了自己的一团 技术 最后这个单子 金户高铁 由各个国家的技术都有参与 然后后面的高铁就都是 中国采用这种拿来主意 然后自己来兴建了 而且也成了中国的一张名片 所谓的中国高铁技术 是 举全国之力做大事 可以不计成本 别的国家都不是国家投资 或者国家投资占比很小 而中国呢 却可以 几乎都是国家投资 而且不管回报 也不管这个回报周期 先见起来再说 以后多少年回报也好 还是怎么也好 他不是特别关心的 因为有国家开发银行 各商业银行根据行政命令 能兜得住 他也不太考虑这一块 而且还可以通过一些其他手段 比方限制普通客车 涨价等等各方面来对冲成本 所以这一块是别的国家没法比的 因此中国建成了世界最长的高铁 就是这么个事 好了 不聊了 聊到这 拜拜